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跟大师学围棋 今天我们继续来一起学习 板田柔南先生的围棋攻击法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盘棋 是板田先生对战的高川阁 也有说叫高川秀阁 这位大骑士 他的原名叫做高川阁 高川秀阁是因为他在日本的有一个 非常非常著名的棋站叫做本音坊 本音坊站当中曾经九连贯 连续九届本音坊都是高川阁先生 他取得了冠军 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连续五届 本音坊冠军之后 就会授予一个本音坊家族的这么一个名称 有一个叫做荣誉的 世袭的荣誉的本音坊 这么一个称谓 所以说他就加入到了那个家族当中了 相当于是本音坊家族当中 本音坊家这要说起来又有一个 很长的一个历史渊源在这里面呢 就不给大家做仔细的介绍了 总之就是大家只要知道 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一位棋手 他呢是获得了当时日本最高的这个棋战 本音坊的冠军是连续九年 那大家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实力 高川阁先生应该跟板田先生是同一时期的 但是他从战绩上来说呢 他是有一段时间是比板田先生可能出名要早一点点 但基本上是同一时期的 后期的就是板田先生在他进入到了他的全胜时期之后啊 是战绩上是压倒性的就是占据上风 跟他们两个之间的对比 板田先生是压倒性的占据上风 所以说也可以说是两位这个大骑士 但是呢板田先生确实是从战绩上来看是更胜一筹的 那么这盘棋呢也是板田先生在给我们诠释了一个进攻当中的一种 非常非常奇妙的一种节奏 我自己看了之后呢是很有感受 也在这呢也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我们进入棋局来看一下这盘棋 这盘棋是板田先生的黑棋 下面黑棋这个右下角啊被白棋吃掉了 黑棋是在左边有一片这个 可以说还比较可观的实地 目前单从实地上来看呢是白棋还不错 白棋还比较占优的一个局面 那这个地方呢黑棋随时可以这个打持下来 把白棋这个脚吃掉 所以说实际上黑棋落后的也并不多 非常接近 但是白棋呢相对来说肯定是要比黑棋薄很多的 比如说最主要的目标我们来看就是中央的这块白棋 现在就是中央的这这对棋子 这对棋子的眼位是非常匮乏的 如果说黑棋在这比如说跳一个 举个例子 我们跳一个如果说假如能走到的话 再点一个 这也是我们如果说学了这个维棋公斤法的 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类似的手法 这是常用套路了 先把你点中 然后白棋如果接上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白棋实际上是没有演的 整块棋是没有演的 那这块棋呢显然是黑棋的进攻的目标 好我们这第一步已经完成了 锁定猎物 这个第一步完成的时候 我们接下来看如何进攻 白棋这块棋其实是离这个大本营啊 离上面的这几颗棋子 离四颗棋子是非常近的 不说别的 白棋只要轻轻的一跳 这个点都可以 跳在哪 黑棋几乎就已经无法分断白棋了 如果跳在这的话 可以说就是无法分断白棋了 就已经联络了 那么可以说离家就是一步之遥 非常非常的近 那第一个问题就已经是摆在眼前了 就黑棋想要进攻白棋的话 那毫无疑问 必须要去分断白棋 只能有这么一条路可以选 就是分断白棋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 哎呀 大多数的这个棋友可能就是 包括我自己啊 像我这种 可能第一感来说 就肯定是震 这个应该是非常 我会觉得就是一种堂堂正正啊 就是非常 愉悦 下到这儿的话就会觉得很开心啊 震一个应该是非常好的 但是板田仲南先生呢 他没有这么选择 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 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震 白棋会跳 他会跑 因为下一步呢 黑棋 就无论你下什么 他只要在这一跑 在这一跳 就已经联络了 就跟上面这些棋子联络 联络不仅联络之后呢 他还有这种什么靠啊 靠段啊等等的 然后还有这种什么 比如说靠了冲了一打吃 我们再看黑棋这块棋 实际上你也有负担 也就是说被白棋跳在这之后 如果你不走 人家再跳过来的时候 黑棋就要想想 自己该怎么处理了 所以说呢 如果走在这 白棋就跳 黑棋实际上是没有 接下来黑棋是法力的 没有下一手 你在这边 比如说你靠 这无所谓 对他来说他就搬 白棋呢 你比如说你退 他就搬 因为这个棋子本身就很小 本身你去吃它没有那么大 关键是黑棋是不好吃 吃起来很麻烦 你如果断在这边 他就把你吃掉 这个子就他就给你了 如果你断在这边的话呢 就把你这个吃掉 这个实际上黑棋是毫无所获的 客观来讲 黑棋是没有什么收获的 如果像这样的话 黑棋肯定是不行 所以说 还有你断在这 他还可以虎这个 这个也不给你 也可以 就是总的来说 黑棋一句话 一言以蔽之 就是没有下一手 接下来进攻法力 你看上去来势汹汹 但是人家就跟着你逃 逃完了之后 黑棋就没办法了 你没办法了不说 下面我有办法 如果你不走 白棋这个腰眼上给他一点 黑棋难受极了 这个如果说你要度过的话 你就走这个 你要联络的话 但是被白棋 首先啊 白棋如果说人家仁慈一点的话 这不供你 他一爬 你只好呆呆的接住 再一点呆呆的接住 大家看这个棋型啊 难过极了 然后人家这个一虎 下面全部都是白棋的尸体 所以说呢 这个黑棋这种下法呢 可以说叫张牙舞爪 张牙舞爪 来势汹汹 接下来 你就这个叫 没有后续手段 接下来就给不上力了 跟不上了 所以说这步棋呢 是不行的 是不是很有意思 大家觉得 我是觉得很有趣 就板田仲南先生 他给我们一解释之后 我就发现 哦原来是很简单的道理 确实是这样的 那黑棋不能下这个 那问题来了 我们既要分段 同时呢 又不能走这个 也不能震 那我们怎么分段呢 用什么方式去下呢 呃 下一步棋啊 首先 我给大家就是 做一个打打广告哈 就是呃 可以说真的是出乎我的预料 呃 但是仔细看一看 我觉得是非常 值得推荐给大家 呃 可以仔细品品味一下 下一步棋 它的这个味道哈 呃 怎么讲 我看了之后 有一种就是莫名的 说不出的一种感动 真的是这样的 呃 有的时候就像这个时代似的 就是我们往往是非常的着急 我们做很多事情呢 我们希望有一个很快有一个结果 呃 我甚至是没做之前 我们就要想 预料到最最 就是事后我会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收获 就像比如说像炒口票一样 或者说像干嘛 可能举例不恰当 就是我们 总是在一个快节奏的高速的生活当中 期待一个很近距离的 很很唾手可得的这么一个结果 甚至是我们往往期待呢 就是不劳而获 啊 那为什么讲这些呢 其实跟我们下面这部企业是有关系的 但实际上真正的大师 他不是这样思考的 真正的你在某 任何一个领域里面 要想做成这个领域的这种专家 或者大师的话呢 你必须要去在这个上面 堂堂正正的呃 沉下心来 踏踏实实的 做至少十年以上的专业 至少十年以上的专业 呃 有一个理论 我忘了是谁说 就是一万个小时的这个定律 就是说你要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 想成功的话 至少要在这个领域里面 认真的花一万个小时的时间 大家可以算一算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我平均每天一个小时就要三十年 要三十年的时间啊 啊 如果说你平均每天八个小时的话 大家想想也要多长时间 是不是 所以这是很难的 呃 那下面这部企呢 就是让我有这种感受 就是在 我们现在谈的是进攻 我们是在讲进攻 但是进攻的时候呢 也不能着急 就是呃 一定要把这个节奏把握好 把自身的和对方的 所有的弱点 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这个呃 解决问题的所有的可能性 都想到之后 我们再 再做一个决定 在缓缓的呃 优雅的去实现你的目标 大家想一想 我们现在这个是不是很少有人有这种状态啊 很少有人有这种心态 反正我是没有 我是很很这个呃 惭愧 但是看到板田先生的这部棋呢 呃 我真的是也是自我反省啊 自我总结 就是说 不光是在棋上 在生活中方方面面 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心态 下面这部棋 回到棋盘啊 跳在这儿 呃 这部棋 大家可以 在之前我们说了那么多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 呃 如果你想到的话 那我只能说真的是很了不起 有几位同学想到这部棋 我想应该是很难的 嗯 非常非常缓缓慢的 慢节奏的跳 当然了 这里面像我说的 它也蕴含着深刻的一些深刻的道理和深刻的计算 我们来看一看吧 具体分析一下 如果跳 白棋贴 这个是最容易想到的 呃 因为跟着它 我就能连回架 是不是啊 我们的目标 白棋的目标 我们换一个立场了 我们现在站在白棋的角度来说 它的目标就是连回架 那么贴 黑棋搬 白棋搬 黑棋在连搬 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我们看白棋是费了很大的劲 但是一个结果就要连不上 连不上 你接下来打吃 黑球接上 我们看啊 就是高手永远是这样的 他总是在自己就是利于不败的这个状态下 他去这个重拳出击 就是我们说要去打别人的时候 总是要把拳头先缩回来再再出去 高手也是这样的 就是黑棋总是 你看我们看看这个板田先生 他把自己就连成铁一样的 然后就是一拳回过去 一击命中 绝对挡不住 这个时候白棋只好退 因为你吃不掉这个子 就是黑棋这颗子 白棋是吃不掉的 所以说那冷静的下法只好退 那么黑棋打吃 这个时候白棋就发现还是连不上 你无论下什么 你打吃他提掉 这个两个断点 没办法兼顾 所以说下到这儿呢 黑棋连搬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发现 其实白棋这样是完全中计 就你在这儿走了两步棋之后 其实是帮倒忙 帮着黑棋在外面就是把你分段 然后黑棋看上去很慢的一步棋 结果其实它是最快的一种到达方式 反而是最直接的一种到达方式 这样就像一把利刃一样 把白棋中间这几条路给切断 一分为二 让白棋没有办法联络 这样白棋肯定是不行 当然了他书上还摆了一些变化 我们可以简单的再跟大家再说一说 比如说他说好像摆了一个这个 我印象当中摆了一个这个变化 去吃黑棋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这个是肯定是吃不掉的 比如说他走这个 黑棋一贴 因为这个很简单 这边如果不走就搬出来了 如果你在上面走的话 无论走什么 这无论走什么 黑棋这一吃白棋都挡不住 吃了冲下去 白棋就崩溃了 所以说这个 当然了 它是有一定的计算 作为后盾的 但是我们先不用想那么复杂 总之就是说这个白棋是 这个贴不成立 是联络不了的 我们就不再过多的展开了 那如果飞 道理是一样的 飞他跟着你飞 你还是连不上 但连不上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这每多走一步棋 其实都是副作用 是在帮忙 帮黑棋下棋 所以白棋呢 不能选择这个下方 那可能大家就会说 那我还是走这怎么样 当然可以 你走在这当然没有问题 但你走在这的时候 黑棋比如说黑棋在飞 这样的话 跟黑棋刚才在这完全不同 黑棋在这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的 第一个你没有下一手 你接下来干什么 你不知道 因为没有好的骑行啊 对不对 我第一步木子卖的大了 第二步呢 这个时候我发现 我收回来也收不回来 我再往前去也去不了 就是这么一个尴尬的一个局面 我第一步选择了一个 就是好像看似 这个很有机会的这么一个方向 去努力 或者说去开创了一个事业 但接下来发现呢 这事业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坐下去 继续往下做呢 非常费劲 你要不做了的话呢 收也收不回来 也没有人接盘 怎么办 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但这步棋不一样 这步棋踏踏踏实实的 是把自己的问题 全部都已经解决了 没有后顾之忧的前提下 我就放心的坐 下一步再飞 你如果再不走 我飞下来 那可是不一样了 这可是很大的 这是要命的 贴也可以 这两种下法都可以 这两种下法是 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这不矛盾 怎么下都可以 因为如果贴的话 下一步也是一样的 我飞或者点在这吃你 你如果走的话 无论你怎么走 我就靠 这样就贴着你走 下一步还是扳下来 受不了 如果你顶 我就霸占 大家看 这跟刚才是天壤之别 你只有补 要不这吃掉太大了 那这个时候 我再来分断你 非常简单 非常清楚 这就是大师的这种 他的这种思维方式 每一步踏踏实实的 就是朝着目标前进 绝对不下那种 这个松松垮垮的 看上去似是而非的 这种找法 他不下 坦克车一样的 这种推进 飞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实战呢 白棋也很有趣 白棋的下法非常有意思 白棋实在是走了这个 脱先了 他爬了一个 爬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 首先这是一部大观子 其次呢 他就是转身 就是实际上白棋这条棋 不是过分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就他不是一种 很贪婪的下法 就是说他什么都要 而恰恰是 他是一种很柔和的下法 这个高手的下法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 要从不同层次上去理解的 如果从表面上理解的话 那就是什么 这叫这不尊重 这不尊重人的下法 那我已经要攻你了 结果你脱先了 你的理都不理我 都不搭理我 这表面上看是这样的 我们说围棋叫手谈 这可以用这种语言去解释 也很有趣 但是实际上 你从更深一层次解释 它不是这样的 它是一种 其实它是一种妥协 怎么解释呢 是这样 就是说反正我这边也处理不好了 我干脆我就不走了 就是我给你了 放弃了 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思维 黑棋实际当然提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你这有我都要贴 你这没有 我当然更贴 所以说其实 结果来说差不多 白棋走 黑棋是走的这个 点 白棋飞 黑棋就老老实实 把这个字吃掉 这样黑棋我们看 这个沧海桑田 刚才这块还是白棋的一个阵势 瞬间就变成了黑棋的实地 吃了很多实地 非常大 白棋实战是 当然了 你有收获 我也要有收获 白棋飞在这 不过这个呢 黑棋跳在这 不过这个呢 显然是没有 黑棋收获大的 黑棋实战在跳 我们看啊 就是 白棋先生真是这个 剃刀啊 他有锋利的一面 同时他也有这种 就是隐忍的一面 他在 他有这个磨刀的过程 换句话说 可以这样去解释 他在出 这个亮剑之前 出刀之前 他总是很细致的 把那个每一个就是 把他这个棱角 一定要磨得 越锋利越好 就是这样 他这部戏看上去 又是隐忍的一部 但实际上 它是什么呢 实际上 这是也是一种进攻 我们再搬起整体 这条白龙 整体 目前还是没有火星 所以说呢 我们回过头来看 我们再去这个 再去去体会 黑棋当时的这部棋 我们把这些棋子 都收掉 请大家仔细品味一下 仔细品味一下 这部棋 这种境界 不知道 会做何感想 从我们实战的结果来看 一目了然 黑棋肯定是大获成功 但是有的时候我也在想 就是像这种棋 可能对我这种水平的选手来说 我也只能欣赏 实战当中遇到 就算遇到 这个一模一样的局面 也许我还是下不出来 当然了我可能也不会走这个阵 具体走什么我也没想好 但是像这个跳 这种想法 对我来说 可能还是很难想到的 但是没关系 无论怎么样 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有收获 学了这一招跳 学了这种对局的思路 更重要的是学到了 我觉得学到了一种 这个大师的一种境界 他的一种精神 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不光是下围棋 任何一件事情 都可以用这种态度去思考 就是不急不躁 朝着定好了一个目标 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朝前走 这个我想可能是我们当代人 也比较缺的一种思维模式吧 或者说是比较缺的一种 这种行为方式 很值得我们学习 好的 那么今天的这盘棋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